跟大家跟进最新的风暴消息 8号东南列峰说暴风讯号验证生效 天文台说本港风力正在减弱 即将改发3号强风讯号 天甲集结在香港以西大约200公里 如辽向西北偏西移动 时速大约25公里 移入广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 天文台说随着天甲逐渐远离 本港风力正在减弱 但受到天甲相关的外围雨带影响 本港仍然间中有骚雨和狂风 在下午的5点钟 台风天甲集结在香港以西大约200公里 我们预料天甲会继续向西北偏西方向移动 就逐渐远离香港 随着天甲逐渐远离 香港风力也逐渐减弱 天气方面 香港仍然会受天甲外围的雨大影响 所以我们预计今晚香港仍然有狂风骤雨 而海面的情况仍然比较大浪和有涌浪 所以市民应该继续提高警惕 尽量远离岸边 持续5个小时的10号巨峰天甲 威力在多个地区都感受到 多个临海屋远都受到影响 当局至今接获466宗淋树 4宗水浸和1宗山泥倾舍报告 84人在风暴期间受伤 由晨晨峰讲下早上的情况 近五年来第一个10号风球来势洶洶 港岛东的杏花川海旁 大浪打完岸一个接一个 我们准备做直播期间 遇到特如其来的大浪 都要立刻撤离远离岸边 水多到海和行人路分不清界线 百步风球的威力有多强劲 莫哥说行路就算站在那儿 要扎实个马才站得稳 加上海水不断拍打上岸 在这里都分不清楚 哪都是雨水哪都是海水 行入屋苑变成河 水不断涌入地库停车场 原本1.9米的高度限制 现在成为了水深指标 浸到上停车场天花的闭路电视 有街坊说这里拍了二三十架车 其中两架是他的 负责管理的港铁派人和消防讨论 怎样解决 又在后楼梯用喉管抽水 同样在东区的小西湾运动场 都见到天甲的威力 大量海水涌入 跑道出入口 连外围通道都浸满泥水 另一个临海屋卷海仪半岛 海边地砖谷起了 海水由裂缝噴出来 天文台是在凌晨5点4发出8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 不够3个小时改发9号信号 1个小时再改挂10号风球 维持了5个小时 有线电视记者 陕晴峰不得 10号巨峰期间正直潮漲 令到多个低蛙地区水浸 里员门和大澳的情况较严重 水位上升之后海水涌入村 部分村民要疏离 由陈耀中和杨晓峰报道水浸的情况 大澳巴士总站和停车场 海水一浪接一浪涌来 大澳桥的水位不断升 一度高额三米 几乎和桥一样高 大澳桥的海水上升之后越过河堤 好像瀑布湧进入内间 有一棵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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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棵 海水好像瀑布湧进入内街 警方和民安队多次来回救人 有没有人 我們這裏差不多一米水 上一次大概有五個都是半米 沒有鑑板的就變成這樣 那些年一如老 你現在好像政府 很久很久沒試過 鯉魚門馬環村 只為一樣步障 間中一個大浪 村入了風就出現急流 馬環村大風又大浪 浪不斷拍打上浪 水深有三四吋高 內街同樣浸 籃球場也浸 消防員帶備救生圈 間館入磚搜索 幫村民疏散 沙田城連河都看到天甲的威力 河水湧上行人路和山車勁 在強風吹襲期間 土瓜環有吊船被吹到撞爛單位的窗 另外多區都有嵌樹 部分更加阻塞通去醫院的道路 潘耀聲報導 土瓜環 土瓜環聲越門 一部維修外場用的釣船 被強風吹到吊吊吊 還撞爛三樓一個單位的窗和外場 幾隻窗都爛了 連單位裡面的櫃都看到 整家釣船撞到變形 部分零件跌落地 在室內看 傢俬、雜物、玻璃碎片散落一地 試發的時候 屋主不在家 根據勞工處的守則 釣船的設計 應該能夠在拍定的時候 承受到颱風吹襲 確保不會破裂或損毀 全灣柴灣各街和半山街交界 一棟拆射緊的工廠大廈 外圍棚架吹爛爛了 有些竹棚還滅了下馬路 不止建築物當災 聯合醫院對開有嵌樹 押住通往急症室的手瓦道 救護車要將病人 轉送去其他醫院的急症室 農場道也有嵌樹 兩個到場處理的警員受傷 要送院治理 有線電視記者潘瑤星報道 接著我們看看外面最新的天氣情況 我們看到維港仍然密雲滿布 不提大家 天文台剛剛在5點10分 改發3號強風訊號 重複一次 天文台剛剛在5點10分 改發3號強風訊號 天甲在中午1點之前 在珠海市登陸之後 已經持續向西北偏西方向移動 並且進入廣東內陸 並且逐漸減弱 天文台在5點10分 改發3號強風訊號 不過提醒 受到天甲相關的外圍雨帶影響 本港仍然是間中有趙雨和狂風 大家如果要出外的話記得留意 轉一下澳門方面 氣象局在上午11點半 懸掛10號風球 澳門民房中心最少收到154宗事故報告 造成三人死亡兩個人失蹤 澳門多的地區水浸和大範圍停電 林家晴報導 澳門四季酒店受影響停電 只能靠後備電繼續營運 但旅客仍然要磨刻在酒店活動 有旅客說部分設施用不到 街道嚴重水浸有汽車死火 也有貨車被強風吹倒 消防員也被吹到全部難行 據澳門傳媒報導 除了受本地電力設施水浸影響之外 駐海行澳門的供應也出現故障 導致澳門大範圍停電 有市民說停電令生活很不方便 沒有電是不方便 我們那裡就沒有升降機 我又不能出街了 因為沒有升降機 沒有電視看 各樣東西都沒有 沒有冷氣 沒有風扇 什麼都沒有很熱 又黑又熱 各間電信公司的機站 也有水浸影響電信服務 自來水公司也說 自來水生產受到電力供應中斷影響 只能有限度供水 澳門特區政府正協調各個相關部門和單位 全力跟進因為颱風造成的情況 有線電視記者林家晴報導 天甲登陸珠海 中心風力達到每小時162公里 在今年以來登陸內地最強颱風 在廣東台山有大廈天台招牌受到破壞 多處地區停電 台山市有幾萬人要疏散 珠海市本身也疏散過萬人 全市停工停貨 橋樑封閉 多處有樹木倒塌 鐵路要停駛 距離 反應 二